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師妹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 北港朝天宮的廟宇的導覽 我們知道北港朝天宮的建築 無刺不雕 無刺不諱 無刺不思 無刺不教 馬祖所有的教義丁寧 都會透過馬祖廟的一個建築 來教導我們 我們要知道古時候的人 文盲特別多 讀書的人比較傻 所以神在教義我們 就透過雕繪 彩繪 來教育我們 一些文人都會寫一些詩詞 在牆壁上面 順便把這個神的教義 來帶給一般的民眾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我們北港朝天宮的正殿 也就是我們拜馬祖的時候 左右邊的一個對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常常講 你是拜馬祖的師 我拜拜馬祖 我常常問他 北港馬祖 最主要在教我們什麼 如果說你這樣的問我說 顧問 你知道北港馬祖最主要在教什麼 我在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回答 到現在 我也是這樣回答大家 其他的一些雕刻的教義 還沒有人告訴我說 很白話文來講 很白話 就是當我在拜拜跪拜的時候 往右看 往左看 那個對聯 非常有意義 這也是我們北港馬祖的特色 特別的教義 第一個 右邊 也就是左側 右邊 我們的右邊 馬祖的龍邊 左邊 他寫著 萬事皆空 姬彩何如姬德 那這邊 一戀不散 七星即是七神 你看多白的話 馬祖的 我們在拜的時候 他就是要嵌告我們 任何世間的事 其實 所有事情 都是空的 無來無去 無止死 管親和相講的 到頭來 一切都是什麼 空的 我們空空的來 空空的去 到時候 這些事情 無來無去 無止死 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們呢 很努力去積財富 道不如呢 來積德行 良好的行為 功德 來積功德 然後一戀不散呢 只要我們要拜拜的時候 求馬祖的時候 我一個戀頭 是不對的 是不散的 欺負到自己的心了 連自己的心都欺了 那我們就是要欺神 所以我們要做到呢 為年慈世啊 任何的時刻就是呢 不要要起心動念 有任何的不散的念頭 我們欺這個心 就叫欺神 欺神 所以在這邊呢 拜馬祖呢 求馬祖呢 我們左右來看一下 我們來求財嗎 還是來求積德 要做什麼好事功德 來請示一下馬祖的意見 還是來說我生意不好啦 馬祖請禮佛好呢 馬祖都會笑一下 當然他也幫你 可是他說萬事皆空 積財何如什麼呀 積德 所以在求財的人呢 一些同修呢 我就告訴他 你不要直接跟馬祖要求財 你要告訴他 馬祖我花了個意願 我要做什麼樣的功德 希望馬祖保佑我的事業 順順利利的 我一定把這個功德呢 這個事情呢 這個公義的事情 給做好 馬祖會幫你 他說我們要積 就要積功德 而不是積財富 因為積財富 人總會走的 走的時候呢 沒有辦法帶走 那位 馬祖也提醒我們 我們來拜馬祖 我們不要有起心動念 有不好的念頭 我們要存散念 因為我們欺負自己的良心 欺負自己的良心 那等於在欺負馬祖保 在七神 所以一定在禱告的時候呢 一定要去檢查自己的念頭 是不是不散了 因為不散的念頭 我們千萬不要講 千萬不要想求馬祖保幫忙 因為欺心欺負自己的良心 違背自己的良心 就是七神 那這就是北港馬祖的教義 我左邊的台灣很多的廟宜 我都會跪在那邊 那拜的時候 我都會看看旁邊的對人 都會有寫對人 那鬼異看到了萬事皆空 積財何如積德 一念不散 七心幾之七神 至於我們北港朝天宮 那就是我們北港馬祖的一個教義 他給信徒最重要的教義 那各位今天聽到了 如果聽到心裡面去了 你就是真正的北港馬祖的信徒 馬祖說萬事皆空 積財何如積德 一念不散 七心幾之七神 他就是對我們的要求 對我們的一個教義 對我們的叮鈴 以上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馬祖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